大家好,歡迎來到NTUCGN 今天我們要講解1月24號上個禮拜天 第21屆涉內賽的上位卡表 這次的冠軍是轉身炎獸 也一樣是很久都沒有上位的牌組 這次又再重返榮耀了一次 先介紹一下借我們場地的店家 Sweet Cafe Studio 這是一間咖啡店 提供咖啡、私處美食還有展覽空間 卡片的話只有2樓有在賣PTCG 寶可夢紙牌遊戲 店家地址是在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18號 靠近松江南京捷運站 可以在Facebook搜尋他們的粉絲專頁 Sweet Cafe Studio 這間咖啡店是一個還蠻有氣氛的店家 台北市的市區裡面交通很方便 歡迎大家可以來逛逛 咖啡真的好喝 讚讚 這次是本社第21屆的涉內賽 總共有30個人參賽 賽制是瑞士輪五輪取前8強 參賽牌組有龍徽橋四副 天秦四副 黃金國三副 龍女僕兩副 影衣兩副 主題的重複率也是非常的低 最多的龍徽橋也只有4個人而已 以下沒有重複的總共有15個人 分別是12獸黃金國 魏介玉 調皮 調皮雷龍 電腦戒 魔導書 從惡魔 馬魚者 廢鐵恐龍 安迪天球 壞獸牌組 弟弟 岩獸 伊格尼斯 還有真龍 跟上次的牌組解說影片一樣 也是一個相當多元的環境 經過五輪的瑞士輪之後 進入前8強的分別是這8副 第一桌是黃金國隊調皮雷龍 第二桌是VFD黃金國隊岩獸 第三桌是弟弟隊龍徽橋 第四桌是龍女僕隊伊格尼斯 前8強淘汰賽之後的賽事結果 冠軍是轉身岩獸 亞軍是伊格尼斯 四強是調皮雷龍跟龍徽橋 八強是龍女僕 弟弟黃金國跟VFD黃金國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些上位排組是怎麼組的 首先第一副是龍女僕 小龍女僕是風暗火三張都放滿 然後大龍女僕是火風地各放一張 這邊只放了D的大龍 是因為他有手牌特招效果 在對手回合也可以使用 那也可以用這個青少女去變身 手坑部分的配置 在正邊投入了一張骷髏大師 還有一張烏夫桐 是針對現在環境比較多的龍徽橋 還有對龍女僕來說的天敵雷龍牌組 其實骷髏大師在這一期環境 對任何在墓地發動的效果都有用 當然說龍女僕內戰 有可能去無效到對手墓地的龍女僕掃除發動效果 算是蠻好用的一張泛用手坑 然後在正邊還多放了兩張神的宣告 其他都是龍女僕常放的卡片 在額外的部分只投入了一張撞真龍 另外一個空間放的是夢幻崩戒三頭犬 撞真龍是因為只有單卡 非得要靠他來出天球的機會不多 所以只投入了一張 三頭犬他可以解場 可以解對手放在主要怪獸格的天庭號 在龍女僕內戰 也可以先解掉對方的女僕掌 讓女僕掌沒有辦法留在場上 不能夠觸發他的炸怪的效果 背邊的部分投入了兩張封鎖鳥 兩張隕石還有兩張聖槍 還有兩張超龍盒 封鎖鳥一樣是針對假想敵龍灰橋 隕石的話也是針對現在大量特招的排行 超龍盒的話可以打內戰跟對付雷龍 內戰的話對方可能會訂一張光龍 再加上一張龍女僕怪 你就可以用超龍盒再變成自己的光龍 一方面解場 一方面可以在準備階段觸發自己光龍效果 從目的裡面跳怪 這樣子展開的機會就高很多了 等於是一張卡就可以反打 為了要配合超龍盒還投入了一張飢餓毒龍盒龍 跟一張捕食植物爆皮花 是針對社團內環境比較多的天晴 還有雷龍所使用的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組 另外一個八強是地底牌組 這部牌組就是靠地底導師的兩個效果在運作 為了要快速拿到關鍵場地卡 地中介香巴拉 這邊放了六張壺 分別是三張強欲謙虛之壺 三張強欲而金滿之壺 陷阱卡的話最關鍵的是千茶萬別 千茶萬別可以強制雙方場上的 同種族怪獸只能夠存在一體 對現在大部分的系列牌組來說 都有很大的牽制力 那因為我方的怪獸只會出導師 不太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千茶萬別變成只會干擾對手 不會干擾自己 正邊的話投入了三張神的宣告 然後兩張宇宙旋風 三張灰流 三張狙 再加上三張地底妖魔 還有一張地底射手 而外的部分的話是配合背邊的超龍盒 能夠用到的超龍盒怪幾乎都有放 還有放了消心機神 地靈死跟魔皇后 是配合主牌組裡面的大捕獲物 有可能會抓到對手的天秦怪 背牌部分針對黃金國投入了三張傑抗聖父 針對龍盒橋投入的是兩張壞獸 還有兩張反制陷阱 另外還有兩張幽鬼兔跟兩張巫夫 可以針對比較特殊的牌組 第三副是教導黃金國 這副教導黃金國採用了兩張聖女 還有兩張懲戒跟兩張雞流杖 還有一張高竹悲蟲的配置 那因為不想要抽到銀衣的巫女 再額外牌組直接投入了三張女救神 其他部分都是黃金國會放的重要卡片 手坑部分的話也是選擇一張揮流 兩張G還有一組PSY 作為一個比較有強度的防禦系統 背牌的話也大部分都是泛用卡片 有兩張捷抗、兩張次元杖壁 然後兩張閃電風暴 一張宇宙旋風、一張羽毛掃 還有巫夫跟兩張隕石、兩張聖女物槍 另外一副VFD黃金國 他組法就比較特別一點 這邊直接組滿60張 採用的主要系統是這個不知火的贏者搭配奇唱殭屍的一個組合 這個組合的話可以單卡出水晶技巧 只要通招贏者、發動贏者的效果 從牌組裡面特招奇唱殭屍 再用奇唱殭屍的效果堆碼頭鬼進入墓地 讓碼頭鬼復活贏者 就可以湊齊水晶技巧所需要的素材 水晶技巧出來之後就可以帶牌組裡面的文具人 再變成幻獸機 另外額外牌組的花園薔薇少女 就可以做出VFD的定場 即使直接抽到奇唱殭屍的話 只要先通招奇唱殭屍 丟黃金青進到墓地 可以覆蓋一張魔線 讓黃金青從墓地收回來之後再從手牌特招 這樣子就湊齊水晶技巧的另一個素材 因為有奇唱殭屍的大量堆碼 所以採用了這個不死世界的系統 放一張班希女妖還有一張死靈王 場地卡有不死世界的狀況之下 死靈王的效果是很強的 可以一回合試用兩次 一次可以除外怪獸 一次可以直接無效 手看的部分是放三張輝流、三張G 為了要配合不死世界跟黃金國兩個系統 所以把黃金國藥跟黃金香通通都放滿了 黃金國藥在場上有黃金青的場合 是可以特招其他的不死族怪獸 從一樣的地方 復活目的裡面的不死亡 或是奇唱殭屍 可以再做更進一步的利用 重要的陷阱卡 神的宣告 技能剝奪 還有守維 也全部都是放滿 也放了三張無限泡影 作為首坑使用 比較特別的是 額外放了一張荔枝魔妖 他是一張九星同步怪獸 可以在第一波展開的時候 提供一個九星的素材 他還有一個效果就是 此卡從目的特招成功的場合可以發動 選擇對手場上的一張怪獸破壞 就可以配合黃金國的紅藥跟白藥 不會因為你的黃金青已經在場上了 白藥就浪費掉 額外排除的部分都是 花園牆灰少女的配合怪獸 還有一張紅桂式 這張紅桂式可以用兩張黃金香的怪獸疊出來 然後可以復活對手目的 配合這張不死世界 對手目的的怪全部都會變成不死族 不會受到自己的效果限制 可以快速的增加我方的怪獸 背牌的部分 放了三張海龜壞獸 一組PSY 還有三張三戰之財 特別的地方是投入了三張墓穴洞 這張墓穴洞 他可以針對對手的手牌 墓地以及除外區的怪獸發動效果 並且還會給予對手2000的傷害 一樣也是針對目前環境比較多的龍灰橋 還有電腦界所使用的針對單卡 總而言之這副牌組得相當的不錯 包含了很多巧思在裡面 算是作者對黃金國系統的全新了解 大家不妨可以參考看看這樣子自己組牌 從單卡的戰術衍生到整副牌要怎麼配合 還有選擇適當的額外跟背牌等等 這些都是你在組牌的時候可以體會到樂趣的地方 這位玩家就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接下來我們來進入四強牌組 第一副四強是龍灰橋 這是一位學習能力非常好的社員 他從善如流直接使用前一天youtube頻道nextplay他們的構築 他們構築的特色就是放了這張龍灰橋的大哥 這張大哥攻擊力有4000 而且有針對怪獸的指定抗性 用了祭品和祭兩星以下的話 還可以打對方全場的特招怪 其他的部分則都是龍灰橋必要的展開配件 三張α、三張折塔、一張γ、一張Delta 一張蟲光、三張變天、兩張G、三張灰流、三張珠光 神巫三張兩張外星人 其他都是必要的配件 那為了要配合這個大哥呢 場地多放了一張 多一次減索魔線的機會 有機會讓你在一回合裡面 可以發到三次的儀式魔法 這張大哥再配合新的超量怪的話 超量怪還會得到一個拔術才康魔線的能力 也還算是不錯的定場 大哥還有第三個惡術效果 可以除外墓地裡面的龍灰橋 去送目對方表測的卡片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他踢除了五星的電子天使 還有因為1104新出的超量怪的關係 展開的能力已經夠強了 直接把金千狐給排出構築 帶了三張電子緊急狀況作為展開使用 額外排組的部分的話放了兩張新的超量怪 那原本被拿掉的格子是令可那技 因為使用的機會比較少的關係 背牌部分的話則是放了風熟鳥兩隻 然後滴滴烏鴉兩隻 都是針對龍灰橋內戰來使用 街上卡的話放了兩張禁忌的一滴 還有一張雙龍卷 針對後台的放了一張羽毛掃 兩張閃電風暴 一張紅色重啟 然後隕石也放了一張 第二副四強是調皮雷龍 這副牌是以雷龍為主體 然後放了一組調皮進去 會掛入一組調皮小值的原因有幾個 第一個是他們單卡就可以展開 而且在做招過程之中 地調皮可以除外一張手牌 如果你手牌有雷電龍或是雷獸龍的話 配合地調皮可以再觸發雷龍的效果 進一步的定出你場上的超雷龍 再來就是風調皮它是雷族 手牌裡面雷龍有適用過效果的話 可以把風調皮直接變成超雷龍 這邊的話沒有放調皮小值的本家融合卡 主要還是以雷龍融合來出管家 管家本身也是雷族融合怪獸 所以也可以配合手牌裡面的雷龍怪 進化成雷神龍 再來特別是投入了兩張卡片 一張是妖精傳機白雪 另外一張是破壞劍龍破壞之刃 這兩張卡都是要配合額外牌組的連結運輸車 你可以把超雷龍裝上這個風額外的破壞劍 讓對方不能夠出額外怪 或是利用運輸車效果把雷元龍裝上白雪 再把雷元龍變成粒子球 白雪就會順利的進入墓地 可以在對手的回合干擾對手 當你的墓地堆起來的話 白雪的能力是很強的 一方面它起跳上來可以蓋對手的怪 另外一方面它除外代價裡面 可能會有雷獸龍或是雷電龍 等於是你雙方的回合都可以運作你雷龍的效果 那因為有白雪除外能力比較強的關係 可以投入這個風心翼 風心翼它的手牌特招效果是效果特招 用它的效果特招上場的話 也算是有適用手牌裡面雷竹怪獸的效果 跳出來之後就滿足了超雷龍的條件 把它自己解放掉就可以特招超雷龍 正邊還投入一張幽鬼兔一張巫夫 作為手坑來用 背牌的部分投入了雷擊怪獸 摔角手還有電光雪花 以及一組PSY 比較特別的是這張次元吸紙 自己墓地沒有卡片的時候才可以發動 讓雙方所有進墓地的卡片都要除外掉 等於是維持兩個回合的宏觀宇宙 後攻的話對方第一回合沒有辦法運用墓地 而且這張卡基本上除了雷龍以外 沒有牌組會放 所以它一方面也可以不會被 摩殺殖民者給無效掉 接下來是亞軍的伊格尼斯 伊格尼斯在1104得到了很大的強化 這些伊格尼斯怪獸進場都會有誘發效果 光屬性是抓魔線 火的話是抓怪獸 暗的話是回收墓地 風的話是堆墓 可以堆這張新卡 嘴避避伊格尼斯進入墓地 在1104也出了一張專用的檢索 可以讓光伊格尼斯直接透過這樣的方式 抓到任何伊格尼斯的怪 所以單張光跟單張火都可以做出展開 還有放一張伊格尼斯的盾 這個是特招點 還有伊格尼斯專用的復活卡 這個也是特招點 主要還是這張場地非常的強 只要在主要怪獸格沒有怪的話 就可以從手排特招伊格尼斯怪獸 一種屬性可以特招一次 所以六種屬性可以最多特招六次 為了要快速的拿到光跟火 投入了三張強獄而貪獄之虎 還有一張網際挖礦 可以直接檢索電子竹怪獸 手坑的部分正邊就放了兩張窟口大師 主要的防禦還是在用紅坑的部分 三張反制陷阱 兩張激流杖 還有高竹悲蟲 高竹悲蟲其實搭配伊格尼斯這個套牌 是非常優秀的 因為伊格尼斯做完招之後 通常都會回收卡片 他就會有多餘的手牌可以去除外對方的怪 比方說對方場上的米德拉什 或是超雷龍等等的 可以利用高竹悲蟲的方式 將他們給除外掉 其他伊格尼斯只投入了暗屬性跟風屬性 幾乎都是展開所必要的卡片 再來就是有人會提問說 如果場地吃了幽鬼兔的話 要怎麼樣繼續展開 其實這張場地還有第二個效果 從墓地除外一張伊格尼斯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從墓地覆蓋到場上 反而是對方在怪獸發動效果的時候 丟幽鬼兔你才會斷招 場地是不用擔心的 這邊的話額外牌組可以看到 他走馬漁者套路 有放轉馬漁者 跟解馬漁者自熱之星 開局有兩個電子族的話 就可以出這個飛劍法師 出這個轉馬漁者或是自熱之星 如果還有特招點的話 就是兩隻都可以出 伊格尼斯的部分 只有投入了兩張Link1 一張Link6 還有一張同步跟一張超亮 還有關鍵的黑暗騎士 比較特殊的是 投入了這張相位精靈 他的效果是 進入墓地的話 可以復活一張電子族怪獸 那張怪獸不能夠作為Link的素材 但是可以作為同步或是超亮的素材 先做這個相位精靈出來 然後再把它拿去Link掉 你就可以復活一張怪 跟旁邊的座同步召喚 背牌部分的話 就都是比較常見的卡片 這邊就不一一念過去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伊格尼斯他的展開方式 這邊是舉一張火為例 好通招這個火伊格 就可以抓伊格尼斯的怪獸 這邊抓光 然後出Link1 就可以抓場地 好抓到場地之後 發動場地 場地就可以特招 手牌裡面的伊格尼斯怪獸 特招這個光 光的話就可以再抓這個 檢索卡 那就可以再檢索按到手牌 好之後呢 這兩隻做Link2的電子小男屋 那可以讓你的主要怪獸給空出來 就可以再發動場地的效果 把按給特招上場 好按特招上場之後呢 會觸發兩個效果 第一個是電子小男屋的 檢索效果 第二個是他自己的目的回收效果 這邊要把一開始通招的火 給回收回來 好然後除外掉Link1抓一張風 然後之後出轉馬魚者 就可以觸發暗的效果 可以回收目的裡面的本家模線 就多了一張下回合的續戰點可以用 好接下來再發動這個場地效果 讓風出來 可以堆一張到目的去 就可以堆這個新卡 嘴臂臂 他可以在目的除外 無效對方的表色卡片 是一個惡數效果 不過前提是要本家的Link6在我方場上 那這邊轉馬魚者還沒有發動效果 可以發動他的效果復活Link2 好那這邊的話就出黑暗騎士 好火還沒有特招過 所以可以用場地把火給特招上場 之後再出Link1 好這邊的話排成連鎖 黑暗騎士的效果連鎖1 Link1的移動效果連鎖2 這樣子他就會移動到旁邊這一格 之後就可以復活三張怪 因為黑暗騎士只能復活到箭頭端 所以用這個方式增加他的怪獸 好那這邊的話 先出一張相位精靈 然後再出自熱之星 那就可以再復活一張怪 那這邊的話 注意要把這個風給留在場上 才可以進行同步召喚 因為這樣復活的怪 是不能夠做Link素材的 這邊的話同步成風之天馬 風的伊格尼斯進入目的的話 可以復活另外一個素材 就把暗再次復活起來 那在這邊再出飛劍法師 可以再復活一張電子竹怪獸 好這樣就湊齊了Link6的素材了 最後可以再發動這張自熱之星效果 抽一張 那就換對手 這個時候你的場面上 有雙方回合都可以二速抽1 然後目的有一張二速無效 那這張Link6不會受到對手怪獸影響 攻擊力有3000 這樣子能夠解掉牌組其實不多 那就算他能夠解掉的話 你向盒還是有續戰力 可以再做一波一樣的展開 好我們再看一次 首先是這個火然後抓光 然後光再抓暗 然後抓到暗之後呢 他有兩個回收效果都可以用 然後特招這個風可以堆一張去墓地 然後這邊先出黑暗騎士 再出一個Link1出來 好排連鎖把它移動到旁邊 好這邊出相位精靈再出這個 自熱之心然後再同步召喚 復活素材 之後再出飛劍法師 湊齊Link6的素材 那墓地的風之天馬也是有效果的 好我們看最後一次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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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轉身岩獸 這幅轉身岩獸是手坑型的轉身岩獸 陷阱只有放最精簡的五張 三張神通一張薄銷跟一張憤怒 這邊的話怪獸主力還是放嫖蟲 輔助的怪獸有平行超越者 那為什麼會選擇嫖蟲呢 是因為現在的轉身岩獸加入了 馬魚者的作招方式 後攻的話嫖蟲一卡就可以打超過一萬的血 並且可以炸掉對方場上的四張卡片 轉身岩獸本家部分 一張羚羊 兩張美洲獅 兩張刺蝟 兩張藍湖 還有一張獵鷹 放了兩張岩鎮 跟兩張挖礦 還有兩張木屑指名者 跟一張抹殺指名者 手坑的部分就放了很重了 兩張骷髏大師 兩張巫夫 還有一張隕石 跟三張狙 三張灰流 其實這個想法還蠻好的 在現在龍灰橋跟電腦界主宰的環境裡面 提高手坑的濃度 確實是可以針對環境比較有利的打法 而外牌組的部分有投入了馬魚者所用的卡片 分別是Link2的飛劍法師 Link3的轉馬魚者跟炙熱之星 還有一張Link2的更新干擾者 它的效果是作為Link素材的話 可以讓那隻Link怪打兩下 把它作為連馬魚者的素材 就可以讓連馬魚者打兩下 在背牌的部分 投入了不少強力的陷阱卡 有兩張魔風芳香 兩張天龍雪域 還有兩張捷抗勝負 這邊就示範一下 怎麼樣用瓢蟲一卡 就打完對方8000的血 瓢蟲抓羚羊到手牌 然後進行Link1 然後抓場地 場地把它轉身掉 可以觸發羚羊 讓羚羊可以跳出來堆爆進去 然後爆可以起跳 那這邊的話 注意一下干擾者 它的素材要綁定 兩星以上的電子族 它不能夠用Link怪當成素材 所以這邊先出干擾者 再出飛劍法師 這邊再復活一張 把爆復活出來 就可以出轉馬魚者 把剛剛的干擾者 給復活起來 然後出連馬魚者 讓連馬魚者可以打兩下 這邊的話 目的有四種屬性的Link怪 可以最多炸四張卡片 打兩下就是10600 就打完了 再看一次 最後放的兩下就是 兩副卡表是其他觀眾有提問的重貨魔跟壞獸牌組 重貨魔的話就是投入了三張新卡還有一張新的令可怪 其他都是泛用的陷阱卡 然後還投入了三張鐵齊龍 而外部分的話使用了本家怪還有希望皇還有十二獸的系統 本家的洞還投入蠻多的 兩張獵獄落穴三張耐落三張木屑洞 還有三張重貨的古惑魔線 跟兩張強拖兩張機油杖三張泡影 另外一副是壞獸牌組 這副牌組可以看到放了很多八星的特招點 主要就是要湊兩個八星出這個龍影神 然後用龍影神的效果叫出No.100 然後這兩隻怪就可以回殺 另外還有一些八階超量怪可以出 像是消心機神 或是這個蜘蛛的增痛者系列 其中比較特別的是這張一星的怪獸 他是V-Jump的連續一定卡 煙卷蚊子 他有兩個效果 第一個效果是類似指戰鐘擺 可以擋傷害跟結束戰鬥步驟的效果 第二個效果是選擇自己場上一張表測怪獸 變成同樣的等級 可以讓他複製八星 就可以疊出八階級的神影龍 大概是這樣子運作 壞獸的話本身結場能力都很強 那還有專用的魔法卡壞獸黑洞 算是一副蠻特別走後攻向的牌組 總為人知這次的牌組都是很有想法的購組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那寒假期間休息中 看完今天的購組如果想要參與的話 下學期可以來參加我們的實體社課活動 不一定要是本校學生 外校學生也可以來 好那今天的牌組介紹就講到這邊了 接下來是抽獎時間 這次的抽獎是在Facebook粉絲專頁 有一個預測冠軍牌組的活動 抽獎的結果會放在Facebook的直播 那今天就講到這邊 大家掰掰